各位我们继续上看 我们刚才看到了GateHide跟GateWise 接下来我们还要看另外的 这边记得 刚讲的这边一共有四个方讯 我们刚刚看的这两个是比较简单的 那另外还有Contractor跟Distractor 这两个也是方讯 那我们也必须想要实际的内容 好那我们Contractor来看看这个怎么做 这里就是Contractor 这个Proven前来 我刚发现这个Proven前来有一个有点点的Bug 来考一下各位Bug在哪里 突然发现有个大神啊 小小大神赶快过关的哦 这里少打一个Bug 自己补上去吧 好 好 接过来这个Retangle这个Function 前面刚说过啊 前面这个Retangle 代表的是Class的名称 也就是Class列给里面要讲的东西 或者这个Retangle是代表这个Function 也就是Contractor这个Function 那刚刚说过哦 这个Contractor本身呢 它就是有一个Function特别 它的名字啊 跟它Class列名称是一样的 好 这个Function是叫Contractor 那我们继续看后面 这个解释哦 它是来干嘛的 Initialize 来粗糞化我们的资料 好 接下来就是 这个是一个Function 那Function它也是有参数哦 所以我们看一下 有进来参数有XY 然后H跟W 有进来四个参数 那我们就把这四个参数的值啊 把它设定为我们这个Retangle 这个群形的粗值 所以这个S啊 就是把它放到我们的Class列 也就是我们左下角那边的桌标 这个Y就放到Y-Law H就把它放到Hide W又放到Vis 这样就完成了 就是设定我们这个Retangle 一开始的值 那刚刚那边还有同学 还在睡觉 准备敲他一下 好 来我们上课了 好 那这个Retangle 这样完成了 这个是Contractor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利用Class 来宣告我们的物件 刚刚说 Class是所谓的列别的宣称号 可是呢 你要做出一个物件来 那个叫Object 那我们怎么宣告呢 Retangle 这是Class的名字 后面这个R 就是我们的物件 也就是什么 像我们写一个INT A跟B A你可以把它想成是我们小小的物件 这个物件就是整数 但是因为这个小东西啊 我们通常我们叫物件 我们叫变数名称 A就是变数名称 所以这个A的这个地位啊 跟这边的R的地位是一样的 再下来 这个是一个变数名称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物件 换句话说 这个R呢 它就是一个Tangle R代表一个矩形 那这个矩形里面有什么内容 有刚刚全部的内容 有这个什么 它的左下角的座标 还有它的高度 还有它的宽度 以及我们的那些方形 它都共有 所以物件包含两个部分啊 一个是资料 一个是方形 两个部分都要包含 这个是R 好 那后面这四个是什么意思 这四个就是我们要建造这个R 这个Retangle 它自动会呼叫这个方形 Letangle的方形 自动会呼叫它 所以我宣告这个R的时候呢 自动呼叫这个Letangle的方形 然后把这四个东西 就直接把它传进去 所以我现在做了一个Letangle 它的左下角的座标就是1跟3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放进去说 1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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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的座标 3是Y的座标 然后6呢 是高度 这个6是宽度 所以我就造了一个Retangle 出来 那我们怎么知道说 那里这个值要怎么设定 是因为它自动去呼叫这一个 Control的 所以Control的 基本的用意就是 去建造一个我们的Retangle 然后把它里面的这个刚刚开始的值 把它出此化 这是第一种宣 宣告一个固件的方式 那第二种呢 我们采用一个指标的概念 好 这个S呢 是一个指标 前面有个Start 这代表Point 代表一个指标 这个S呢 它指到指标 它指到一个Retangle 那这个Retangle呢 New New就是我们建立一个新的Retangle 那这个Retangle 所以这个新的Retangle 第二个 这个S说指的Retangle 它的SY做标 SY做标 就是0跟0 然后它的Hite 这个Hite 它的高度是3 它的关键是4 所以到这边为止 我们就完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C++的Program 这里面是有Class 所以这个20分钟完毕了 各位就学会了C++的Program 诶 讲啊真的啊 你去学会啦 这个以后 你这个 不能再跟人家说 你没有写过C++ 学会了 只是你还没有写 有些东西还没写过C++ 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步 进一步再看一下 它有些变化 这个Retangle 这个Retangle 刚是第一种 扛刷的写的方式 这是第二种写的方式 像这个 这个Retangle 第二种写的方式 它这个 一开始设定的初始 它不是外面传进去的 它没有传进去 它直接就宣告了 说我的一开始 Retangle 它的坐标位置是0跟0 然后 H也是0 R也是0 这个SY 跟我们前面的资料 称量的X多分Y 这是我们真的变数名称 möchtear 你的這個參數沒有從這裡刷進去 他先把參數的值定下來 然後接下來 我怎麼用真正的把這個值 把它疊到 我的這個 在這個class 裡面的變數名稱 X-Law 無關號X 就是我 簡單講就是我把這個值啊 把它刷進去 你把它想X-Law 感覺它好像是一個 function 然後它是真正的作用就是 就是把這個X-Law 值把它放進去 那X-Law 是多少呢 是我們在這邊就宣告好 它是分明 就把它放進去 那個Y 這邊是把它也放進去 Hide 跟Biz 都是分明 也放進去 好 那我們來看 我們的這個Main Program怎麼寫 這個Main Program Requake of T 在這裡我們沒有傳的參數進去 沒有傳的參數進去的話 那這裡 它的自動設好 每一個值都是分明 所以這個T 這個Retangle 它XY的明明 它的高度跟高度都是明明 就傳進去 再下來 我們要講這個 Overloading 這個Overloading Overloading這個 我們現在要來我們好像翻譯成中文叫什麼 陳彥偉叫什麼 陳彥偉叫陳彥偉 來 陳彥偉這個Overloading 中文你怎麼講 我重在啊 重新再入 其實它的意思就是 我要把這個方形的概念 這個方形的作用 方式把它改掉 等一下我們把它進入我們第二個系列 我們第二系列就要做一個事情 好 那你就真正學會C加價的頭文 第一個我們要把等號 等於等於 那這個C加價不常在寫等於等於啊對不對 我們宣告了這個A跟B 是等數的話 我們同樣的協議判斷是 if A等於等於等於B 然後做一些事情 相符的判斷 在整數裡面非常單純 就看這個值有沒有一樣 若是Protiforant的也可以判斷 現在兩個矩形有沒有相等 那你當然要講得更複雜 兩個矩形是完全一樣的 那就要看你的定義啦 那我們這邊的定義啊 我們這邊的定義 我們現在看一下 這個形式上 這個是剛說過 前面這一個 Class名稱 兩個冒號 這個Operator 這個是一個把頭字 是特別的 就是說 我們在C語言裡面 本來就有這個符號的 等於等於等於這個符號 但是現在這裡呢 我們要改掉它意思 等於等於 然後接下來 我們傳進來的 我們要判斷兩個東西有沒有相等 一定要有兩個物件來判斷 那其中一個物件是傳進來的 就叫S Letango Letango是Class名稱 就S傳進來了 那還有一個物件呢 本物件 因為我這個方形啊 會寫在一個Letango裡面 所以就是 一個外來者的一個物件叫S 一個是我的自己的一個物件 本物件 本物件的名稱叫Letango 所以Letango也是這個物件 好 所以這邊跟我講的物件比較啊 一個是Letango 一個是S 好 那我們看看那種比較 假的Letango 跟S S前面寫這個符號 兩個逼真 外表的最小 代表最小 那歷史呢 跟這個符號呢 而最小呢 相同 那就是根本就同一個啊 他們放在同一個地方 那根本就同一個 那既然是同一個了 那我就旅程換了 旅程一 就是 十針是同一個 他們物件相同 第二個情況啊 他們是兩個不同的物件 但是他們的內容 他們的大小一樣 那我們這邊的所謂大小一樣 我們是怎麼看呢 他們的座標要一樣 他們的高度要一樣 那我們先描述一個Letango 剛講的有四個吧 左下角 還有高跟寬度 所以左下角一樣 高度一樣 寬度一樣 那我們就說 這兩個Letango相等 但是它是兩個Letango 它是相等 好 再過來我們看看這一行 怎麼意思 S是一個物件 S點 這個跟我們在什麼 我們在C裡面 有一個叫Structural 然後裡面我們就宣告 INT ARB等等 然後我們就做一個R 變數 這個時候我們要講這個裡面的AA 我們必須選擇R.A R.V 在結構裡面 在Struct裡面 有一個變數叫做R 這個時候我們要講裡面的東西 就是R.A R.B 在物件裡面的 表示方法跟這個一模一樣 S是一個物件 S這個物件裡面的 某一個東西 那我們就用 S點 XLow X S點 YLow 點A點 再下來 那前面這個什麼意思 這個 前面這個意思就是List 所以前面這個意思是List 這個 其實它真的意思就是List 但是我們沒有這樣寫 有一個是 記得嗎 我們這個物件用兩個 一個是外來的 外來的給它名字 本物件 我們自己本身的物件 不用再給它那個物件名稱 直接假 直接假 所以這XLow 直接假 所以這個就是 你可能要註明一下 就是本物件裡面的XLow 跟Y的X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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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相等 那這四個 有相等就等於1 沒相等就等於1 好 所以未來 我們就可以呼叫 這個 等等這個符號 等等這個符號 來判斷兩個Latangular內 一樣 下一個 我們要印出Latangular內 Latangular內 我們以前要印東西 我們用Cout 這個在我們在 這個Pro裡面 要印出Latangular內 我們用Cout 現在我們 才以後要關聯 Cout 但是我們這個Cout 是把資料 把它送到一個 一個地方去 現在我們現在把資料 把它送到同一個地方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把這個內容 把它印出來 那我們在送去那個地方 叫做這個 Output string Output就是 輸出的 String的一串 這個是C++裡面的 已經宣告好的 已經宣告好的 這不是我們這邊宣告的 C++裡面已經宣告好的 那這個ROS 就是我們這邊給了 這個材料 這個可以記取 再來 這個R Latangular 我們要印出來 所以就是我們把這個內容 把它送到OS 這個變數名稱裡面 那當然這全部不是變數 它是物件的 把它送進去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小微小微 這個內容是什麼 這個就是 把它送到這裡面來 送什麼東西 Hgishin is 你把它講的這個是C要的 把它講的是C要的 我們把它送進去 然後呢 再送這個 這個什麼 R.SNOR 空白 R.YNOR 所以就是把 X座標跟Y座標 把它印出來 End of 9 跳行 就是跳行 再下來 Height is Vis 把高度印出來 R.Hype 跳行 再下來 Vis Vis R.Vis 跳行 所以就是把它的 左下角的座標印出來 把高度印出來 把寬度印出來 然後你看什麼 OS OS就是 你把它講的是這個BUFF 這個資料 進去串的資料 就放在這個OS裡面 那這個OS就是 將來可以印出來的內容 好 所以 接下來這個就更完成了 我們把剛才的東西 再把它擴充一下 現在在這裡 我們可以看到 比剛剛的 前面的那個Rectangle 就多這兩個 多了這兩個 一個是小於小於的 新的小於小於的 還有一個是等於等於 我們多這兩個 那這兩個 就是前一頁所講的 那下面以下這個部分 跟剛剛是一模一樣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我們怎麼去使用它 各位看一下 Rectangle R 這個R裡面括號的 一三六六 我要記得 它是建造一個 新的Bectangle 它的XY坐標在 一跟三 高度是六 高度是六 好 然後呢 還有另外一個 T 就是另外第二個 T 也是一個Bectangle 它的 坐標位置是 一跟三 高度是六 高度跟寬度是六 跟六 那非常明顯 這兩個坐標一樣 高度跟寬度一樣 所以R跟T是相等的 按照我們這樣的探算是相等的 那所以我們怎麼呼叫相等的 F R等於等於T R是什麼 R是Datangle T是Datangle 所以這個等於等於R 跟我們整出的等於等於 那個做法上完全不一樣 概念類似 但實際上的操作做法是不一樣的 那實際上的做法是什麼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的 我們剛剛前面的 前頁這個 等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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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叫overload overload就超代 就overload什麼超代 重在 好 所以這個 它就會呼叫這個等於等於 因為我們在這邊有定義啊 所以它不會去呼叫什麼 它不會呼叫這個 整數的等於等於 我們真正在執行的時候 會來呼叫 或者說 有相等 呢 有相等 我們就印出 印出什麼 映出E啊 就是我們一般普通的C奧特,沒有特別 這個C奧特,這個小小的R 這個R不是整數啊,這個R是Lectangle Lectangle要印的時候,這個小小的要印的時候 要呼叫我們前面剛剛定義的 用這個概念把印出來 所以這個R要印出來的時候 它會把這些內容把它印出來 把這個東西把印出來 所以這一個是前面所定義的 這個就一般準確 這個等於等於也是剛剛前面定義的 所以我們這樣的話就是一個完整的C奧特的頭緯 那當然再下一個,那這裡可能有一些 有所謂的Public,Private跟Frame 那這個,先簡單說一下 Public就是公開的 公開就是這幾個 在這個class以外,通通可以被使用 這叫公開 這Public就是公開 在這個列別以外 別的列別也可以使用到 可以用,這叫公開 Private呢 私人的,私有的 在這個class以外 共用 共用 這有點像什麼 我們寫一個Program 我們寫一個C的Program 方形 這個INT 這個是一個方形 然後這裡面呢 有一個INT AE 在F先到這個方形的 這個裡面的A 只有在F裡面可以用 離開A有檢測再用 所以以前我們寫的這個Program 在F裡面的這個A 就相當於什麼 現在就是Private 只有在裡面可以用 出了這個方法也不能用 那我們的Private 在這個class裡面也可以用 這class外面也不可以用 那這個其實也是我們 物件導向形式設計的 基本概念 就是希望你的資料結構 是隱藏在class裡面的 外面不需要知道那麼多 外面要知道就是什麼 就是利用這個GateHight 跟GateMix就好了 不要知道你的確實的資料結構 好,所以這是一個是Public 是公開的 所以外面都可以用 這幾個都可以用 Private 這幾個都可以用 Private Private 你的朋友是誰 你的朋友是誰呢 就是 這個是你的朋友 這是你的朋友 所以他們可以用 他們可以用 那這個小微小微呢 是你的朋友 所以他可以用 所以你可以直接 我們看看看看 這個小微小微 這個是你的朋友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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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用到裡面的東西 他們還可以用 好 再下來 接下來 這個 我們為了讓港台各位 讓各位可以 知道我們的第2個集體 怎麼做 而且有些人 這個 迫不及待想要做 所以 我們先把這個 稍微跳一下 來 我們先挑這個 第18頁 因為我們要實作就是這個 集合 那這個集合 那這個集合 在早期 有一個語言叫 Pasquel Pasquel 語言跟C非常像 Pasquel 語言其實蠻像的 那這個Pasquel 這個語言裡面呢 它有個 變數名稱叫做 叫做集合 集合 就是我們在數學裡面的 所謂的集合 它是有這個集合的概念 可是在細語言裡面沒有 好 好 在細語言裡面沒有 那我們今天的任地 就是把這個集合的概念 用物件導向的方式把它做出來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就來 來看看說 那在Pasquel裡面 它到底什麼 實作的概念 這邊沒有頭鬼啦 這邊只是它講實作的概念 那加上這個實作的概念 就是我們要把它實作配成細語言 C++ 這個是Pasquel的語言法 上面就是Pasquel的語言法 Pasquel裡面 它要宣布到變數名稱 它前面一定有寫一個VA 這是它的方法 它的方法 它方法變成C不太一樣 然後這個SR SE S2 這個是我們的所謂的 變數的型態 資料的型態 這個地位跟IMP一樣 但是在這裡 它不是IMP 它是集合 這個集合的內容 可以有1到10 1點點就是範圍 1到10 這個如果不知道 要把它記下來 它的範圍是1到10 所以你這個集合 這邊也共有三個變數名稱 X1、X2 它們三者都是變數名稱 它的內容可以1到10的集合 所以它空集合就沒有東西 裡面就是空的 最多10個1到10存在裡面 那這樣宣告之後 將來怎麼把值給進去 這個是PASCAL的語法 X等於中括號 PASCAL裡面中括號代表集合 所以這就是一個集合 這個中括號裡面 1、2、3、5、9、10 這六個資料在裡面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集合裡面內容 這裡可不可以寫12在這邊 可不可以 不可以 寫12的話叫語法錯誤 為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宣告好了 這個範圍 這個集合的範圍是1到10 不可以超過這個範圍 超過這個範圍就是語法錯誤 好 這是簡單PASCAL的語法 接下來我們要來講的是 那真正在PASCAL裡面 它怎麼做這個東西 集合怎麼表示呢 集合表示是用這個方式的表格 用一個BIT String來表示它 BIT BIT就有一個D叫BIT String叫自串 所以是未允的自串 領域的自串 來表示它 我表示呢 方法非常簡單 上面這個 對一個到下面這個 1到10 所以我們共有10個BIT 從1到10就有10個BIT 從左邊上過來 1在裡面 所以我這邊寫1 2在裡面我這邊寫1 3在裡面寫1 4沒有在裡面它 4沒有在裡面5就寫1 5在裡面 6在裡面是1 6、7、8都沒有在裡面 9跟10在裡面 通通都是1 好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知道 原來我們在PASCAL內部的資料結構 表示集合的時候 它是用一個array的BIT String來表示它 那表示的時候呢 不管你集合大小 永遠10個BIT 好 有在裡面的交1 沒有在裡面的交0 所以不管你集合大小 通通都是10個BIT 好 再下來 那我們在PASCAL裡面 在集合的這個數學 集合概念裡面 我們常常做的 運算 英語鏈 年紀的運算 那年紀現在我們要怎麼把它做錯 好 先回覆一下各位 這個運算 這個是U 這U 是這樣寫的 這是數學5號 請問這個高中數學裡面 這個S1連擊S2 在高中數學裡面 我們現在不講 不講電腦從事設計 在高中數學裡面 S1連擊S2 這個答案要怎麼寫 這個答案要怎麼寫 要回想一下 在數學裡面 我們要怎麼寫這個答案 阿 要寫這個答案 要寫什麼 哪一遍 我們要講 这个是范例,这个是范例,这个是范例 这个是范例,这是X1连续X2的范例 这是X1的内容,这是X2的内容 连续之后呢? 并连续之后的答案是这个 这是一个范例 那我们怎么样回答 这个数学上的问题 不要讲范例 回答这个数学上的问题,怎么回答 有学过集合的联续吗? 有没有? 不可以作为一些制度吗? 有没有? 应该有 有印象吗? 那你讲一下联续的定义是什么? 没有定义过 没有定义过 S1或A2有的 非常好 差不多80文 怎么样把它变成100文 还再讲一遍 变成100文 跟剛剛講的差不多 那你講八十分鐘 重複的標籤 重複的標籤 那二的標籤也不會要重複 上校重複寫一次 基本上性子實際上沒有錯 但是弄得更早 比剛剛講的還更早 x1或x2有的嚴肅 好 跟剛剛那個觀念差不多 x1或x2有的嚴肅 其實各位在這裡面有一個keyword 這個keyword非常重要 x1或x2有的嚴肅 這就是關鍵字 這個關鍵成績我叫做all 叫all 那我們在數學就怎麼表達 就是說這個年齡之後 它是一個集合 這個集合裡面的元素叫做a 這個是我們集合的概念 這個也叫做a 然後我們畫一條線 畫一條線代表什麼 後面是它的條件 這個條件是什麼 就是a屬於x1 就是剛剛弘也講的 在x1裡面的 那我們的數學觀就是a屬於x1 或者這個keyword大家都講到了 或者all 或者a屬於x2 在x2裡面 所以這裡面的關鍵字就是這個all 非常關鍵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all的概念 所以我們要把10做變成多古來 好 那我們剛剛什麼 我們剛剛是用0跟1來代表 它沒有或者標準有在裡面 那現在咧 我們有這個all的概念之後 all的概念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 把1跟0或者1跟1 可以做all的印算 記得all的印算是怎麼算的嗎 0跟1跟1 周末印算是知道多少 0跟1對不對 好 像這樣這個 這麼粗整的題目 都會不屑回答 我都只會把答案寫出來 所以我們就是做一個all的印算 0跟1 我們得到1 1跟1 1跟1 我們也得到1 0跟0 做all的印算得到0 每一個bit 相對應的做all的印算 就得到這個 那這個東西呢 這個東西 它對應到實際的集合 就是這個 有1 然後2 4 5 6 5 6 8 在電腦內部的表示 自由結構裡面 存的是這樣的東西 那我們的邏輯想像 它是這樣的集合 經過all的印算之後 電腦裡面存的是這樣的東西 我們的想像 它是這樣的 這就是all的印算 所以我們現在就知道all 原來我們現在想要做all的印算 我們想要做all的印算 就是利用all的印算 就可以了解這個目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實做的方法 我們要做all的印算 再下來我們再看下一個 intersection 交集 交集嗎 那我們現在呢 要按照鋼腔的概念 把它做出來 交集 intersection 那剛剛這個答案在這裡 這個答案 這個是範例 這個答案是2 這個答案是2 交集 好了 那我們現在要從來回答 這個交集 用剛的描述 剛那個就是範例 那用剛的描述 那個交集要怎麼寫出來 這個 這個 要怎麼把它寫出來 來我們先問一下同學 這個交集的定義是什麼 and 兩個都有的 我們就是交集印算 所以and是一個什麼 關鍵字 所以根據剛剛的這個講法 類似的講法 and 在這個集有裡面 a屬於s1 and a屬於s2 兩者都存在了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交集的答案 intersection 那and這個字 這個字 這個字 我們的關鍵字 這個剛剛好可以拿來 我們的電腦做印算 做and的印算 所以 剛才這個 你就把上下做and的印算 那 不要忘記了 這個點的印算是什麼時候 兩個才會變成1 兩邊都是1的時候 他的答案才是1 其他都是0 所以這個中間的印算 就是這一個 兩個都是1 這個是1 其他都是0 那這個答案呢 對應到我們的集合 就是這2 下一個 difference 那我們先看這個答案 s1-s2 s1-s2 那這個差距就是 把這s1裡面 減掉s2 就是把這2拿掉 這個叫減掉 減掉就是不要 不要s2 把s2裡面 有的拿掉 這個叫減 那這個1596無關 因為 這個底面 本來s1裡面 沒有0 所以就是 把有重複的拿掉 有重複的拿掉 剩下的就是你 那這個 解解目 怎麼講這句話 重複拿掉 這個概念 現在怎麼會用數學的 講話 八十塊 好 來 我們終於有一下這個公開尾打 我們終於有一下這個公開尾打 沒有人公開會搞 我知道 指名道姓啊 是不是 能輪到誰啊 要輪到你啊 a屬於s1 且 a不屬於s2 非常好 且就是n 不屬於就行 不屬於就可以了 好 注意咧 a屬於s1 and a不屬於s2 這個就是我們 這個要怎麼 different 不屬於這個概念要怎麼做 剛剛我們會做一樣的 不屬於這個概念要怎麼做 我們現在是0 1的運算 所以不屬於概念要怎麼做 屬於 我們剛剛屬於是怎麼做 我們剛剛屬於沒做 他就擺在那邊啦 因為印就代表屬於吧 那不屬於要怎麼做 好 不屬於怎麼做 對 不屬於什麼 啊 不屬於什麼 不屬於NAT NAT 不屬於NAT NAT就是不屬 對不對 NAT就是不屬 NAT就不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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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我們就把剛剛這個東西 把它變成 把上面的這個數學 直接照個槽 把它變成我們邏輯因算 S1 這個S1 and 不屬於就是NOT S1 好 我們也可以把它試著做看看 下面這個先NOT 這個要 裡面這個要先做NOT S2 這個NOT S2 我們把它看看 NOT的意思是把0變成1 1變成0 所以這個原來是1的變成0 原來是1的變成0 再把2的是0 然後變成1 再把2是0 再加上1 1 1 0 1 這個就是NOT S2 S1就選擇在這個 S1就選擇在這個 最後說N1算 這個N等於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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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就不寫了 自己寫 好 這三個就是1的地方 這三個就是4 6 8 好 這個我們8 再下來 我們還有一個包含CONTENT S1包含0 S2 S1包含0 S2 我們怎麼表達這個事情 S1包含0 S2 怎麼表達 剛剛聞到誰啊 聞到你啊 他剛剛回到 包含0 S1裡面有的S2都有 S1有的S2都有 好 這個 觀念正確 80公 我們怎麼好嗎 做到100公 來 可以 你們想要不要再加頁分數 來 你們想要不要再加頁分數 當然這個題目超難的 S1有的 在S2 問題是我們怎麼表達這個概念啊 邏輯定上怎麼表達啊 非常乾脆 這個詞齁 是在這裡齁 這是PASCARE以反的那個交集 這個交集 S1交集S2 等於S1 就是S1包含S2 我們直接用包含的特性 對不對 兩個交集如果等於S1 那就S1裡面所有的東西 全部在S2裡面啊 所以你覺得要看到什麼 這個交集之後有沒有等於S1 交集是什麼 交集就前面用過 所以我們在這裡呢 可以直接套用前面的交集 不用再自己創造新的邏輯運算 不必了 你直接套用前面的交集 然後接下來就判斷 這個結果跟它裡面相等 相等了 那大家就舌了 這是包含魚齁 包含魚 這是包含魚 下面這個叫包含 下面這個叫包含 這兩個不太一樣的意思齁 下面這個是包含 就是S1比較大 X2比較小 那這個就一樣齁 兩個交集如果等於S2 那就是 X1包含S2 接下來下一個 A-X1 印就是屬於齁 就是這個符號 屬於 印就是屬於 在pascale裡面直接寫印就可以了 IA屬於 好 那我們怎麼實做這個概念 屬於怎麼實做這個概念 我們怎麼知道這個 這個集合裡面 到底6有沒有在裡面 怎麼實做這個概念 我的妹子要說 我就檢查第6個bit 是不是等於1 對不對 因為相對於bit 代表你是不是在裡面嘛 那我就看看第6個bit 是不是等於1 這個根本是一個方式 可是呢 我們不是這樣說 A所成的集合 如果包含S1 那A這個元素就在S1裡面 所以先把A變成一個集合 然後看看它有沒有包含S1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你就可以直接 顧到這個方形 你不必要寫另外一個方形 你直接把它變成一個集合 然後顧到這個方形就可以了 所以這裡呢 我們就 成整個疊代 好 再下來我們這邊做一個小小結論 我們的這個集合的概念 因為我們這邊10座 是用這個bit 最難10座的 所以你的這個集合 不能無限的集合 它一定有範圍 有範圍的限制 因為你的這個10個字 我這裡就必須要10個bit 100個字我就要100個bit 所以我們這裡所 實作出來的集合 它是有限制的大小 就是代表是有限制 所以這個size是limiting的 是有限制的 不是無限擴充的 而且你要指定它的 它的大小幻